逆袭女配 我不是棋子 第一章 一见钟情 乔婉婉 乔家千金 容貌惊艳 才华出众 却英家是显赫 早已成为众人眼中的白富美 她的生活过得如同童话般美好 直到有一天 她在一场宴会上遇见了秦飞欢 秦飞欢是一名普通的凤凰男 出身平凡 但才华横溢 拥有超强的工作能力和成熟的魅力 那个人真好看 她忍不住在心里感叹 眼神不自觉地追随着秦飞欢的身影 从那一刻起 乔婉婉心中萌生出了一种强烈的战友欲 第二章 不择手段 乔婉婉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嫁给秦飞欢 她开始不择手段地接近她 利用自己的家世和资源 为她提供各种帮助 无论是工作上的支援 还是生活中的照顾 乔婉婉都表现得无为不至 在一系列的公式下 秦飞欢终于答应了她的追求 婚礼当天 乔婉婉的心中充满了甜蜜与期待 她以为自己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 第三章 婚后的控制 婚后的生活并没有她想象中那么美好 乔婉婉对秦飞欢的控制欲强烈 常常检查她的行踪 甚至限制她的交友 每当她看到秦飞欢和其他女性交谈 心中便会产生莫名的焦虑与嫉妒 你怎么又和她聊天了 乔婉婉冷冷地问 眼中闪过一丝怒火 她只是我的同事 秦飞欢淡淡回答 但心中却有些不耐 乔婉婉的控制欲欲演欲烈 让秦飞欢感到窒息 第四章 真相的揭示 某天 乔婉婉在整理旧物时 意外发现一本小说 里面竟然有她和秦飞欢的故事 读着读着 她逐渐明白了自己在故事中的定位 她只是炮灰女配 而秦飞欢则是大反派 娶她只是为了利用她来报复 这不可能 她喃喃自语 心中不断翻腾 乔婉婉的世界瞬间崩塌 心中充满了绝望与愤怒 她决定不再做秦飞欢的棋子 第五章 决心离婚 经过一番思考 乔婉婉潇洒地将一纸离婚协议甩在秦飞欢面前 冷冷地说 离婚 我不想再做你的棋子 喝这次又是在做了 秦飞欢不屑地一笑 心中却暗自得意 认为她很快会后悔 但乔婉婉并没有退缩 彻底决定要离开这段关系 第六章 重新开始 告别了秦飞欢后 乔婉婉开始了一段新的生活 她从未真正独立过 如今的她不得不面对现实 学会了照顾自己 她决心不再依赖家族的背景 开始寻找自己的事业方向 我一定要证明我自己 她自言自语 心中燃起了希望的火焰 第七章 不被看好的事业 乔婉婉决定创立自己的公司 开始涉足网红经济 出奇的她遇到许多困难 朋友们对她的选择不太看好 甚至有些人嘲笑她 乔大小姐居然要创业 这不是笑话吗 某个朋友冷嘲热粉 我会让你们刮目相看 她咬牙切齿 心中暗自发誓 第八章 逐渐崛起 随着努力和坚持 乔婉婉的公司开始逐渐崛起 她挖掘出了一些有潜力的网红 并帮助他们成名 短短几个月内 她的名气开始上升 甚至成为行业内的小有名气的人物 这全是我的努力 她对自己说 心中无比自豪 第九章 就爱的回头 几个月后 乔婉婉的公司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却不料情非欢却回到了她的生活中 她向她表达了后悔 希望能够复合 你怎么会来找我 乔婉婉淡淡淡问道 我知道我错了 我希望能够重新开始 秦非欢的语气中带着恳求 乔婉婉心中一阵心痛 却坚定了自己的决心 你早该明白 我不会再是你的棋子 第十章 不再依赖 乔婉婉渐渐明白 自己的价值不在于别人对她的看法 而在于她自己的努力 她开始专注于事业 并与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起追求梦想 在这段时间里 她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并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 第十一章 事业的巅峰 随着乔婉婉的努力 她的公司不断壮大 并最终成为行业的领头羊 她的成就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 成为了人们口中的女强人 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努力 她感慨地说 面对闪光灯的时候 心中充满自信 第十二章 新的人生 在事业成功的同时 乔婉婉的生活也变得丰富多彩 她开始参加各种社交活动 结识了许多优秀的人才 甚至出现在了电视节目中 成为了公众人物 我不再是那个依赖别人的女孩了 她自信地笑着 心中充满了成就感 第十三章 旧情复燃 就在乔婉婉事业如日中天之际 秦飞欢再次出现在她的生活中 这次 她已经不再是那个曾经的反派 而是变得成熟 理性 我想和你重新开始 我不想再失去你 秦飞欢的眼神中透露着真挚的情感 乔婉婉却犹豫了 过去的阴影让她难以完全信任她 第十四章 信任的考验 我需要时间来思考 乔婉婉回答 心中明白 过去的伤痛无法轻易抹去 秦飞欢没有放弃 开始主动关心她的工作 并时常出现在她的生活中 渐渐地 乔婉婉感受到了她真诚的改变 第十五章 心灵的解放 某天 乔婉婉终于放下了心中的芥蒂 决定给彼此一个机会 在一次偶然的聚会中 她们坦诚地交流 彼此分享过去的苦痛与成长 我们都改变了 我们可以重新开始 乔婉婉的眼神中透露出坚定 第十六章 共创未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 乔婉婉和秦飞欢的感情愈加深厚 她们一起创建了一个新的事业 并携手面对未来的挑战 我们会一起努力 创造属于我们的未来 乔婉婉充满信心地说 第十七章 事业的共荣 随着两人携手共进 事业蒸蒸日上 成为了业界的焦点 人们开始关注这对情侣的成功 并为她们的爱情感到惊叹 她们真是令人羡慕的伴侣 媒体报道到 两人的名字成为了成功的代名词 第十八章 幸福的延续 随着事业的成功和感情的升温 乔婉婉和秦飞欢 逐渐建立起稳定的生活 她们的爱情在共同的努力中变得更加深厚 成为彼此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支持 有你在身边 我就有了勇气去面对一切 乔婉婉笑着对秦飞欢说 第十九章 美好的未来 未来的某一天 乔婉婉和秦飞欢站在一起 展望着更美好的明天 她们明白 无论遇到什么挑战 彼此的支持与信任是克服一切的关键 让我们携手共创更美好的未来 秦飞欢语气坚定 眼中闪烁着希望的光芒 第二十章 爱情的重生 随着时间的推移 乔婉婉和秦飞欢的爱情越发甜蜜 两人共同迎接生活中的每一个挑战 并在相互扶持中收获了无数美好的瞬间 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乔婉婉感慨地说 心中充满了幸福与感激 故事结尾 乔婉婉从一个依赖他人的女孩 成长为了一位独立自强的女强人 并在这过程中收获了真挚的爱情和深厚的友谊 她明白 人生的路上永远不应该成为他人的棋子 而是要做自己的主宰 勇敢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